窝心炮也叫雷弓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开局 注重对中路的进攻,进攻能力特别强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局窝心炮气双聚的精彩沙发 魂蜂当头炮,黑跳马,红跳马,黑出狙,红出狙 黑跳平崩马,红挺骑兵,黑挺骑足,红进击过河 行程中炮过河聚队平崩马互挺骑足 黑方这里有四种走法,平炮腰队,马七进六,鞠一进一,以及是四进五,平炮对鞠 是常见的走法,红方当然不对,平击压马可以保持强劲的攻势 黑退炮,准备打鞠,是反弹力较强的走法 红炮五退一,形成窝心炮 黑抬横鞠出动主力,红拱中兵 黑鞠一平四,要进鞠捉双 红方再加一个中炮,准备冲中兵 黑不是,红马八进七 黑平炮打鞠,红鞠一逃 黑在进鞠抓马 红出鞠对捉炮 黑炮退一,行程弹子炮 红进鞠在捉马 黑马没办法逃,后面还有一个马,只有换了 然后补向,挡住鞠 红兵五进一 黑猪如果拱兵,红炮打过来就太凶了 平鞠站内 红兵再拱 黑出降教杀 红平兵挡住 黑炮沉底,继续要杀 红挪开窝心炮解杀 黑鞠砍室一将 红方第二线有炮守着 黑方另外一个鞠不能来将 于是进鞠齐合 准备平道累到双鞠错 红方平炮一将 黑将不能平中路,不然铁门栓了 只好顺势把鞠电过来 眼看黑鞠下一步砍炮就是杀棋 红方利用先行之力,连弃双鞠入鞠 首先进鞠砍室 黑如果上将,进鞠就杀了 只能落势吃鞠 红平鞠宰将 中路有炮,黑将回不去 只能电炮 红方在弃鞠砍炮 黑将只能吃鞠 红兵借助炮力,往前冲 黑将吃不动,后面有炮,鞠也不能吃 只有下降 红兵再往前一挺 您猜怎么着 此翘翘类,黑将给小兵鼎子也是憋屈 好了,这嘴旗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局再见